傲不可长 欲不可重 这个重念重 自不可满 乐不可及 说傲不可长 傲是什么呢 就是自负己长而轻慢他人 就叫做傲 特别是对站在一个很卑贱的人的面前 就有那种傲 一个有傲气的人就有以止气死的那种态度 我记得过去曾经有一个 我们的学员写心得 他不是在教你日常生活怎么关照 他就写一个心得 他说有一天经过高速公路的收费站 我们现在是用电子收费 以前是要有一个人收费 给他一张票 那么他这个拿票给收费员的时候 他发现他自己有一种以止气死的那种优越感 竟然跑出来 人家帮你收费 然后你给他钱的时候 那个感觉就像在餐厅 拿了大把小费要给小妹一样 那个心态竟然跑出来 那你就知道说 这个心态会无所不在 肯定他去吃饭的时候 给钱的时候会不会这样 那更是会这样 那有发现才有改进的空间 有这个傲就会轻慢人 这个轻慢就是一个人军请国王家的先兆 就是从这个轻慢人 因为人家发现你的轻慢 他就开始对你疏离 那你轻慢人你就觉得你什么都可以干 好像干什么都没有关系 好像都是我说了算 刚开始也许是如此 但是那个重攀清理就慢慢慢慢就发生了 欲不可重 心所贪爱的呢 就叫做欲 那你说了谁没有欲呢 说隐时男女人之大 欲存烟嘛 对不对 是个人 是个有情众生 就会有欲 人人都有 那这边所说的是不可重 就是那个贪心一放他去 他这贪是无底洞 像赌博一样 你没有发现 请家荡产就是一个贪字 对不对 他那个贪 要自我约制 不能放纵他 就像坐王酒池肉林 那就是 你吃的没那么多嘛 需要的其实很少嘛 那你想要展现那个排场 那个心是无底洞 对不对 欲不可重 我们常常要想想这句话啦 我们三餐不过斗米嘛 我们夜眠不过八尺嘛 对不对 你所要的包包真的不需要这么多啦 你提的钱都还没那个包包贵 对不对 这个包包实际上是不用花这么多钱 你的鞋子也不用这么多啦 我有三四双的黑布鞋 大家都以为我只有一双 因为这双穿撕掉要换一双 对不对 一双黑布鞋我就可以穿了差不多半年 还有破损或胶底坏掉了 我们就换一双再进一双 我就一直维持有三四双嘛 那算一算人生也没多少双 对不对 所以需要的不多 但是我们想要的永远都很多啦 不要放纵自己的欲望啊 那将会为自己呢 设一个很大的陷阱啊 绑一条好大好大的枷锁啦 字不可满 凡人有希望在心 而未见于行为 我们就叫做字啊 不过字这个字啊 通常是指向上的 我们才会用字啊 我们说这个人有志气 对不对 但是他想要为天下国家做点事情 我们就说这个人很有志气啊 他想要建立高尚的品格啊 我们说这个人有志气啊 这是单向来说 不过字这个字呢 也可以繁殖我们内心 所有的心思愿望 那也都可以说是志啦 那每个人都有理想 都有希望 那可以有益于人 但是呢 不要以理想欲望来自满 来自欺啊 所以说字不可满 像这个古代的人很奢华 然后他想要表现出 他最富裕的样子 他的筷子用黄金做的 他的马桶用黄金做的 各位您听过这个事情吗 台湾就有这种人啊 我现在已经这个到西方报到了 不晓得有没有踏黄金的地板 我是搞不清楚 他的马桶是黄金做的 后来死了之后才报出来 是假的镀金的啊 就是那个志得亦满 志不可满 永远要保持谦逊的意思 乐不可及 这个乐这个字呢 也念乐 乐就是音乐的乐 但是乐用乐这个字呢 乐也是本来就是主欢乐之心 各位问我们为什么唱歌 然后他是去卡拉OK唱歌 去KTV唱歌 唱得很高兴 乐就是乐 那总而言之 意思就是欢乐 乐可以调节性情 但是走路极端呢 这个也就会造成性情的极端了 人情就是这样啊 人情快乐到极点难以置意 爱上到极点也难以置意 对不对 再怎么好的事 都不能无限上纲 我常常就讲这个话 像是如果你的心情很低潮 那我们就可以放轻松的音乐来听听 对不对 把你调成这比较中和 那如果这个人已经太浮夸了 那我们就放一点比较安宁的 安静的音乐 意思也就是把它调成比较中和啊 如果你很喜欢摇滚音乐 整天都在摇滚 已经堕入一个极端了 性情已经失去中和了 对不对 以前的宫廷礼宴啊 这个宴歌啊宴舞啊 这声歌要到通宵达旦啊 这个叫做极啊 是乐已经到了极点 已经伤害到我们的性情啊 那些迷迷之乐啊 通宵达旦啊 就是乐以极啊 也是乐以极乐极就要生悲了嘛 对不对 那前面所说的这世子 不可长 欲不可重 智不可满 乐不可极 现在的人也乐极生悲啊 所以为了快乐还去买什么气啊 吸什么笑气 对不对 还有吸毒的 助性的 最后都是不好的下场 吸这个什么阿维他命的 最后都带着尿包 对吗 大小根都湿尽 所以说乐 是人生所追寻的 但是是属于预乐 可以养育的 可以长养身心性情的 我们叫预乐 过了呢 就乐极生悲 所以要有调整在一个 适度的节点上 这些都是属于你的范围啊 我们要先做一个基本认识的 贤者侠而敬之 为而爱之 贤者就是有财德的人 侠是亲近 亲近而学习的时候 会用侠这个字 不然近就用近 为什么用侠 那么 贤者通常是身怀财德嘛 所以我们要见贤施期 我们比父而亲近 来学习他的财德 那么 可是彭类聚党的时候啊 很容易就生起 轻慢的心啊 亵渎的心啊 所以 要训诫 说我们为人行事 虽然是彭类同党 也许年纪差不多 这个也许是身家也差不多 都是朋友 也许是同学 但是他确实非常有财德 那我们就应该亲近 跟他学习 但所谓亲近学习 而敬之 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要怀着一个敬重的心情 对贤人的尊敬就是义 我们自退于后 我们尊敬他 让他在前 就是胸有低功的那个T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一个义 为而爱之 为是心里敬福 叫做为 对贤者心服敬畏 仰望 护持这个贤者 让他能够去 这个布施他的得意 叫做为而爱之 这个爱 仰慕 护持 就是爱 那为呢 不是害怕 就是敬福 我们说 为天命 为圣人 为大人之言 君子有三位 三位不是怕 我们把他解释人怕的话 那就是人生乐趣也就没了 整天不是都是担心害怕了吗 不是这个意思 读古人的字 不能读字面 因为你非常尊敬他 所以他讲的话 我们都非常敬慎 我们就说是为 为而爱之 这是对于贤者的心态 对于贤者的心态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讲 因为要天下太平 重要的就是贤者 这个国家只要出几个贤者 那个国家 就能够非常强盛 这个贤者要狭而敬之 要为而爱之 爱而知其物 正而知其善 那么这个爱呢 就是自己所信任的 所喜欢的 正呢就是所厌恶的 我们所轻慢的 就是正 我们一生里面 总也有一些 你看不起的人的行为 对不对 就是会有的 有一些是你的偶像 我们今天说偶像 就是爱 爱而知其物 那一个人不论你多喜欢 但是他做错的 你要知道他是错的 你不能因为你喜欢 因为是你的偶像 所以他做错的 通通说成是对的 替他找尽各种理由 那这样就是变成 盲从 迷媚 正而知其善 一个人也许他 你是不喜欢他的 或者他曾经以前做过什么 做得很不对 但是他现在这件事情是对的 对的就要说公道化 这件事情是对的 不能说因为一个人 你讨厌 什么事情都说是错的 反正他是不可能 有一丁点好心思的 他做任何事都是有目的的 不必这么揣测 这是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这一点写在经典上 很容易要做起来真的很难 看不到这样的作为的人 饥而人善 安安而人迁 饥而人善 就是大多数的人 一辈子都在累积他的财富 对不对 古代的这个诸侯也好 天使也好 拥有国拥有天下 不断累积他的福库 对保障 鸡是为了要什么呢 为了要散 不然鸡要干嘛 对 跟你存钱存钱 都在银行是不是鸡 鸡的人不能带走 带不走 当然你有一天两腿一蹬的时候 那个多少个零都在银行 有没有为你增加一点 阴间的功德都没有 有没有为人带来好处 也没有 只有一个 就是让子孙打官司 让兄弟去相产 只有这个效果 其他都没有效果 所以很多大慈善家人 很有远见 在生前就立好了遗嘱 我的这么大财富 我一定要捐掉99% 事实上也有种善人 还有人力100% 有人力90% 这都是很好的行为 那善出去 才是对人产生帮助 钱是花了之后 钱才有作用 对不对 实际上他被人废止的时候 那些努力都变成白费的 鸡就是为了善 这个赚了这么多钱 赚了一栋房子 两栋房子 一直鸡一直鸡 然后都舍不得花 对自己也没好处 然后根本也不可能照顾别人 那就成为吝啬鬼 对不对 那说鸡要能够善 这就是一种人会的表现 古代好多这种英雄豪杰 在朝代发生大动乱的时候 他本来还是很大很大的富豪 然后善尽家财 来政绩这些没有吃没有穿的人 像古代这种英雄豪杰也很多 鸡而人善 安安而人迁 安安就是处于非常安逸的某个状态下 不论他是好的状态还是坏的状态 反正他现在很安逸 就是安安 而人迁 迁就是改变 一个人贪图安逸 那就会怎么样 就会居为如安 你把很危险的状态 当作是每天应该要存在的状态 因为你不想要改变 就讲个人性最简单的 各位有太多太多的人 每天去上班就是固定走那条路 对不对 而且听说有人家跟他讲说 另外一条路也蛮好的 但是他就永远就不去试他 所以他什么风景也没看到 那就算又远一点又怎么样 多个两公里 那也可以看到不少风景不是吗 大半的人你中午点什么饭 你仔细给他看 他偶尔会换一下 但是换来就那三样 所以当安安的时候 大半不能牵 大半也就固执下来 他就不想去动他 但是如果你早料到说 到这个趋势下去 未来是肯定有害的 那我们现在要不要找来筹划一下 要开始来改变 这就是人牵 各位我们你们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一个人 20岁的时候是这个个性 到40岁的个性还差不多 他就真的没有长进 他就安于他那个个性下 他说我也知道我这个毛病 哎呀就是没办法 安安而不能牵 就是如果是好的 当然你不牵是可以 如果是不好的或者是有危险的 那你不牵行 那你就要人牵 从善如流 那么从我们这个身心性命的观照来看 安安而能牵 就是一个人 要能够通全答辩 所谓旁行而不留 能够旁行 就是能够全辩 但是又不会离开他那个本体 要旁行而不留 也就是安安而能牵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在左传喜功23年 晋国的从儿 他说是太子被赶出去 然后他从这个敌国就到齐国 到齐国之后 齐皇宫就把他的女儿嫁给他了 为什么齐皇宫就把女儿嫁给他 这个人现在虽然落难 可是他是太子 我把女儿嫁给他 说这个人以后当了诸侯 那我的女儿也因此非皇腾达 并且我们笃定两国之好 就把女儿嫁给他 嫁给他之后 从儿心里在想说 不一定能够当上诸侯 因为真正的位置太多了 而且他已经被放逐在外 对不对 是身处危险 他就想 既然齐国的公主都嫁给我了 那我在这里一辈子也吃穿不熟了 他就在那 他就不再想要回去进国了 他这个老婆倒是很贤明 他就跟从儿旁边的他的舅舅 名字叫做范 他跟他两个人就预谋 就把从儿灌绝 灌绝之后布袋装了 就马车载走了 载走了 等这个从儿醒来的时候 他拿着那个枪要刺 他那个舅舅 说我要住齐国 你怎么把我载到这个地方来 说男子自在四方 怎么还可以在那边 享受一时的安乐 就硬把他绑走了 后来从儿就到秦国了 秦国就帮他了 把他带回晋国去祝侯了 把他的竞争者都打败了 后来就是成为晋文公 五霸十一嘛 对不对 我们不是说晋文公安安而能签 晋文公是安安而不签 他的老婆倒很不错 他可以享受很安定的生活 对不对 他觉得人不能这么懦弱 男儿自在四方 应该要去做更大的事业 况且你本来就是诸侯 你是太子 你没有错 但是你被赶出来 对不对 应该要去为你们进国做点什么 就把他灌醉 把他拖走 他就也不眷恋 那个夫妻恩爱生活 对不对 就把他给带走了 这就是所谓安安而人迁 这是一个重大的事情 重大的决定 尤其像一个人我们做事业也是一样 你明知这个方向是不可的 赶快改 能够生存就是因为一个变 不停的变 不停的变 我们总想找一个什么方法 然后一劳永逸 终于我就非常心无美满了 我告诉你是没有这个事情 因为天下是总是不停的在变 地球扁天都在滚动 每滚一千多少事情都在变 我们不可能不跟着变 所以安逸于现在的状态 但是他不利于产业 那就马上要变 通全答变 叫做安安而人迁 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